就是程序设计 程序设计呢 主要是包括 盛序的结构的程序 还有是分支程序 根据不同的情况 转到不同的程序段去进行 还有指程序 循环程序 那么我们这个盛序结构 再介绍一下这一个程序 就是根据介入的数字 查表求0到9的平方值 0到9的平方是 0149一直到81 如果这个知道了的话 如果这个知道 就说再要求期段代码 好不好求 就把这个表换一下就行了 是吧 查其他的 就不规则的东西 放到表里就变成规则的了 怎么规则呢 地址就是 这个是偏移地址为0 这偏移地址1 2 3 4 所以放到表格里头 那么这个是写示提示信息 所以呢 我们这个程序第一段是数据段 后面呢是代码段 代码段这里呢就没有 就给写完整啊 所以我们这点点点 代码段的程序核心部分是分称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写示提示信息 那么写示提示信息 提示信息在哪里呢 是把幅开始的提示信息 把幅开始要依达纳福即为 那么我们应该把 D S D X 就是要设置一下 D S D X 指向提示信息的 起始地址 D S D S 是提示信息的断基地址 这个 D S D X 里头存提示信息的 偏移量 把幅开始 然后用九号功能调用 那么执行这个程序以后 计算机上就会显示 Please input 什么什么数字 就等着 就显示在上头 接着执行程序的第二段 第二段就是一号功能调用 就是这个是什么 刚刚是九号功能调用 是写示支付串 一号功能调用 是等待你中键盘敲入数字 那么一号功能调用 执行以后 它就键盘就不动了 你一敲 它就开始就扒 你敲进去的数字的 阿斯科马送到AL 我如果敲了一个4 那么这个执行到这一条的时候 AL里头的内容应该等于多少 34H是吧 然后用这个0FH 这个语句 把这个4接下来 3表它了 这是程序的第二段 第三段呢 我们要去 第三段就是查表 实际上是查表 表那些指向BX 你看指向表的头 table table里头放的是 0到9的平方值 是吧 指向表头 然后0送到AH干什么 因为我们想把 你看表头指向的BX BX是16位的 然后我们进进去的数字呢 是在AL里头有效 是吧 AH清成0了 BX想跟AL相加不行 要两个一样长再行 所以我们把AH清零 然后就可以相加 加了以后 假如我们刚刚介绍的是4 接下来以后变成 30H变成4了 是吧 4加上那个表头地址 然后再去里头取个数 应该取到的是几啊 就是这个4的平方值 是吧 所以然后呢 就我们就可以查表 求的你敲进去的数字的平方值 如果我们就是要求7段代码 把那些换一下就行了 前面叫大家做作业了 最后呢 我们这程序就是 用这两条语句 可以利用都是功能调用 返回都是 所以这个程序 就是这样啊 下面呢 我们举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是分子程序 设计 这个就是顺序的 一个下来 而且是 一个数据段 一个代码段 第二个 后面的例子呢 分子程序 分子程序书上的例子 我们有个字符串 它的长度是小于256 就是 也一个字符串 它的长度 N是小于256 现在呢 要求统计 就是 我书上题 就不写完整了 统计 就是数字 0到9 还有是字母 A到Z 其他字符 的个数 然后给它 存到 要存到 字符串 后面的三个单元里 先放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 第一个字符 是字符串的个数 后面就是 一串字符 接着呢 就放数字个数 字母个数 和其他字符的个数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编程的思想 就是先看一下 设计 思想 程序设计的 事项是这样的 我们呢 要求把这个 数字的个数 给它送到 就是数字 个数 给它 送到 DH 里头 字母的个数 送到 DL 其他 字符的个数 给它 是 是 等于到多少呢 一共N 解去DH 解去DL 就是 我们想好 然后呢 画一个数字 就是这个地方 是 这样的 这个是 一个是 小语 30H 第一个 第一段 我如果 输进去的 ASKMA 小语 30H 肯定是 其他字符 是吧 然后呢 30H 到39H 这个上头的呢 是第二个字段 是数字 敲进去了 不是敲进去 是在放在内存里头的 第三个字段呢 到这了 又是其他了 接着呢 是 4H 4H A的 字符A的 ASKMA 一直是到 5AH Z的ASKMA 这个呢 是字符 第四个字段 后面呢 是大于5AH 这个呢 又是其他 所以我们这个要求是这样的 然后呢 就变成 你把这 一二三四 这应该是第五了 给它分出来 分出来以后还要把数字的个数 字母的个数 其他字符的个数 给它存到内存单元里头去 下面呢 我先给大家画一个流程图 上次我这个搓博士考试 博士生考试题就出来 就叫他们画一个流程图 好像都没画出来 如果你们去考的话 应该说比他们考的都会好 就是到读博的有些 他就搞不清楚了 很简单 是这样就画一个这个 而且是开卷考试 然后我画第二个部分是 你们的考试肯定会比较难的了 流程图 流程图 我把这个设计思想画一下 这黑白就比较小了 本来可以放上去正好 些是初始化 我大概写一下吧 初始化就是设计号 数字段 七十地址 我们把这些都初始化好了 然后呢 下面一个叫程序到LP 我刚刚叫这个班长回答问题 还没有回答 然后实际上这个是怎么呢 你要会学数 加调整 存 循环 就这几句是吧 有的人就写了一大堆 我明显发现有些考得非常好的 就关键的几句全写出来了 非常之清楚 最复杂的程序都是 分解以后都是很简单的 所以我们先要去取个数吧 好 就这个 取一个数在数据段里 那就是数组里头取个数 取个数拿出来比 刚刚这个 单可以给它送到AH里头 然后呢 看查一下 是不是小语30H吗 是吧 如果说 是的话 那肯定是其他 对吧 就是你去把其他的个数加一 for no no 那就大于30 大于30看看是不是大于39 所以是大于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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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是数字 肯定是数字 所以这转数字呢 就是数字个数加一 加一 到内框去 那就我们刚刚讲的 你看 DH加一 然后呢 说4 大于39 那算了 大于39 那就可能是其他 或者是字母 其他 所以呢 再拍比一下 yes 那么这里就要 这个地方呢 转到ABC来了 这个标号是 ABC 这个 然后呢 看 是不是小语 4EH 小语 4EH 就跑到这个段来了 大于39 小语 4E yes 是的 又转到其他 这个是 应该是3是吧 然后是 不是小语 4EH的话 No 再去判断 那是不是大于5A吗 大于5A 这个话就不好画了 你梦回去画很容易画的 说4的 说4的 大于5A的话又是非字母了 5 是吧 然后No 不是大于5A 那应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应该是 应该是 就这一点点 你看 写不下了 这个是字母 个数 加1 这个框 我还是要画在这 可能要不来 就这个框吧 就是字母 个数 加1 然后我只要把它周围的要画一下 就还是画到这样来吧 这个地方应该是4 这一框 然后呢 最后几个框都到这来 刚刚上面的 这个 就是把字母 跟这个数字统计出来以后 都转到这个地方来 这地方来干什么呢 就是 对这个指针修改了 我们是BX BX 指针加1 就指向下一个 就我们刚刚是处理了一个字符 然后再处理下一个 BX 是做指针 就是这个 基子 加1 指向下一个字符 接着呢 个数解1 我们个数放在 CH里头 就是总的个数解1 解1 然后CH是不等于0 然后再跑到什么地方去呢 再去跑到前面去 就是这个应该是到LP循环去 我写给他 是 求其他字符的个数 整个程序流程 就是画得不好看了 所以呢 实际上就是要先初始画 把数放好 放在数字里 接着取个数出来 按照刚刚的数字上画的 进行判断 分子程序设计 判断以后 如果说字母的话 字母个数加1 如果说数字的话 数字个数加1 都不是的话 跑到下面来 修改一下地质指针 和个数解1 然后如果说 我没处理完 再跑到前面去 取第二个字符 如果说都处理完的话 再把其他字符的个数 求出来 送到字符船后面的 第三个单元 那么我们流程是这样的 第三个部分呢 我把这个程序 再介绍一下 所以如果说你们 刚开始编程 觉得它是 刚开始肯定有个过程了 我们学了指令 主要是为了编程 就不知道怎么编的话 可以先把流程图画出来 下面呢 我就把这个程序 再写一下 第三个部分 就是程序 一会儿呢 还会布置几个作业题 第一框 我们是初始化 前面有一些什么 我们用small模式吧 small mode 然后呢 就数据段 你也可以用data segment 这个下面呢 就是buffer 用点data开始 表示下面就是数据段 不要写其他的了 那么我们可以是这样 dbuffer n 然后是 01h 38h 等等 这个就是 一个字符串 小语 256个字 就是小语 260个字符吧 然后呢 num 这个db 三个dop 这个是什么呢 字符的个数 和 字符串 反正我们都 各种方式都放一放 第一个是个数 后面就是 当然你编程的时候 里头n 应该有个具体数字的 然后这个呢 是存结果 准备存结果 存结果就 留错三个单元来 第一个单元是 数字个数 第二个字符 第三个其他的个数 数据段就完了 然后代码段 代码段呢 我们就根据流程图 来编程了 所以程序从 startup开始 开始 代码段的 从这儿 就表示程序开始了 好 我们呢 就把这个 个数送到 CH 因为你看 流程图里头 个数准备送CH 所以是 Move CHN 这是 存的是 字符串的长度了 我叫它个数 然后呢 Move BX做指针 我们前面的BX都是0 现在给它是1 为什么 我这个字符串的 从一单偏一辆为1的地方开始的 通常都是0 Move 这个是指针了 然后Move DX 清零 这个DX是存什么的 DH DL 存个数的 是吧 所以给它清零 好 我们下面呢 就执行这个 LP这一框了 这个 你给它写到 下面根据这流程来判断了 LP 有的同学标号用loop 就不对了 因为是保留字不能用的 所以写了给LP Move 要取个数 Move NH 取一个字符 应该怎么取 所以你们要学会 如何取数 如何成数 完了以后会循环 会加节 其实就差不多了 这个呢 是Buffer单元开始的 BUF 但是指针的是BX 是吧 这就取个数了吧 从Buffer开始 加1单元 取一个字符 Comp Comp 跟随比呢 AH 内容 跟30H 比 就是这是取 一个数 30H 数字0的ASC 是吧 这地方是 小语 30H 如果小语的话 它就其他 其他个数 加一 第一个是 JL 大语 为什么没有用 J A J B 我看了一下 其他的都用 G L 本来应该是 5符号数 应该是用什么 A跟B 是吧 但是它不会有符号出来的 最高位不会出1的 所以也可以用 JL JG 小语的话 就到 Next 小语 小语三令吗 实际上是4 4的话 其他 就是我们刚刚转到这别框了 是吧 不要字母加一 那个数字加 小语以后 然后再比 你看 4 否则就底下就到Next 然后呢 CNP 这个就倒1 Compare AH 跟39HB 39HB 看它是yes or no 然后JG 大语 你看 大语的话 大语就转到ABC去 是的 4大语H yes 到ABC去 如果说不大语 应该是到哪 数字 个数 加1 好 那这 这是 这4 这就转出去 那这个是否 数字 个数 加1 应该是 这些 这个 字端 到这个2 来了 2呢 应该是 inc dh 然后也到Jump Next 大家都跑到 最后面去了 加完 它就要 准备取下一个了 那ABC也有几种情况 是吧 ABC要去判达 4EH 那又给Compare CMP AH 它都在AH里头 跟41H比 41H有可能是字母 有可能是其他的 那这个JR 小语的话 第三个字端 JR Next 非字母 小语 非字母 然后呢 大语的话 再 Compare 再比较 AH 该5A比 是不是Z JG大于 大于5A 大于Z 又是其他的 是吧 然后Next N1 XT 这个是转到5 这个就是这些框 然后呢 其他的呢 I 字母个数加1 INCDL 然后我们底下呢 就是 就不再写了吧 你们回去把程序看完 主要是分子程序 分子程序 你都一个一个比完以后 你把BX加1 然后如何求其他字符的个数 应该怎么求啊 N解去DH 再解去DL 字母个数 数字个数 所以这里我们要注意的这个程序是什么呢 分子程序 其实也不是很复杂 但是呢就是很烦 它要一段一段 所以我们这个题目呢 就讲到这 分子程序设计 你们再看一下书上的具体的程序 那我们下面讲 介绍 循环程序 子程序 代码转换 排序 对战 参数 传递 我们书上有很多例子 主要呢 就是看一下 就是我们上课 讲的一些 然后还作业啊 等会再不知 我们讲第三个问题 循环程序 循环程序 你看刚刚这个程序都不要怎么循环的 还是比较简单的 还有呢是指程序 或者叫做过程 代码转换 还有排序 这么多放在一块儿讲啦 有的一个程序是有多种的 对战 对战 传递 参数 所以我们这个 变成呢 就是讲这几个例子 我们一个一个来哈 第一个例子就是代码转换和指程序 指程序 代码转换我们刚刚就是说 键盘敲进去的是ASC 转换成舌进之数 就是用楼梯词 AND0F 结一下 这也是一种代码转换 把ASC 转换成舌进之数字 我们其实还刚刚还讲了 讲了 把这个舌进之数字 转换成切断代码 这个以前也做过 指程序呢 那你们做作业还做呢 是吧 参考利益多少 然后求和 现在呢 我们举几个例子啊 第一个例子 就是把键盘输进去的舌进指数 转换成二进指数 这样 键盘输入的 这个必定都跟输上一样 输上的你们有的可以看 我们呢 就讲一点例子 键盘输入的 十进指数字 这个十进指数字的范围呢 决限在 0到 65535 也就是 16进指能表示的最大的数字 0到65535 给它转换成 二进指数 比如我 敲了一个358 你要给它转换成二进指数 然后乘到 就是乘入 BX BX 如果说敲进去的一个非实进指数字 我敲了一个达拉夫 敲了一个警号 那就退出 那就退出 入 键入 非 非这个实进指数 这退出 要变 要变这么一个程序 那么你们想想看该怎么编 我 接派输了 肯定要用 键入 比如一号功能调用 最简单的是吧 把这个字符 敲进去 然后呢 我们怎么来把它变成二进指数 这就是代码转换的问题 那么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我们先分析一下 然后再来写程序 就是 那现在是一号功能调用 我们可以 肯定要编程要做这个的是吧 Jero数字 那你要编一段程序是这个 然后如果说我们介络的数字 假如说是三吧 数字三 那么介络数字 可以 一号功能调用 结果是什么呀 这AL里头 就可以得到三的 ASK33H是吧 假如我们敲进去 就是这个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把ASKM变成BCD数 ASKM 给它变成 就是我们的十进指数 BCD数吧 那应该给它用个逻辑词 结下来是吧 结 第四文 把这个ASKM的那个3去掉 30H去掉 当然了 接下来以后你要判断一下 然后再判断一下 是不是数字0到9 如果说是的话 就往下置信 如果说不是的话 去退出 对吗 判断一下 那么我这已经敲了第一个字符了 如果说我下面再敲一个第二个 假如说我再敲一个 再介绍 再介绍 5 一个5 那么同样的 也要给它挤下来 挤下来以后 如何变成二斤芝麻 送到计算机里头去 那么我们当然 介绍5还要判断一下 看它是不是 就挤下来 再看一下 是不是0到9 那么下面一步呢 就要给它BCD数 变成二斤之数 怎么变 那应该把前面敲进去的数 假如说3 乘一个10 再加后面的是吧 所以它的思想就是这样 那就是先介绍的3 乘以10 加上一个 后面介绍的5 如果我再敲一个8 应该怎么办 这把这个东西 乘以10 再去加上一个8 所以先敲入的数 乘以10 再加上后面一位 然后呢 再敲一个进去 再把前面的 来加的和 再乘以10 加上一个后面一位 所以这样呢 就可以得到 你要的二斤之数 乘了以后 你给它放到计算机里 它自然就是二斤之数了 对吗 如果说我敲了一个3 乘一个5 然后3515 计算机就给你放好了 0FH都放好了 下面我们就来看程序 这个程序呢 我们编成指程序的形式 就是代码转换给它 以指程序的形式出现 我给它起个名字 叫D B D E C I 变换 B I N 这个4 是静止数 转换成二进子 O C N 静过程 它的上面的是 PROC NER NER可以不写 然后呢 Move B X 这个是准备成 结果的 因为转换以后 要求成到B X 指程序的出口 应该是这样 先给它清零 然后我们就 Gate Char 得到一个 前面都没有猫号的 这个呢 我们要键盘 输入一个字符 刚刚分析了 一号功能调用 Move A H 一号功能调用 然后Intel 21H 这个就是等待介入 键盘 介入数字了 也可能不是数字 如果说不是数字 就推出去了 这个就是第一段 接着呢 我们就来比较了 敲进去的数字 也给它代码转换 下一段 Server 敲进去的是在 介入数字 或者其他的 那个的ASC码 送到AL继承器的 我们把AL继承器内容 解去30H 不就变成了 它的BCD码了吗 AL30H 我们刚刚假如敲入一个4 它就34H 解掉30就变成数字4 所以呢 也是算一个代码转换 这个是ASC码 变成了 实际指数了 我们写到BCD吧 实际指数字了 然后判断一下 JAL 小语的话 然后呢 Exit AL小语30H 非数字 是吧 然后呢 这个就是小语0 这转 我刚刚说了 这个按照道理应该是 无符号数是A 接A接B是吧 但是国外的书上的好多程序 都是AL跟G 大概是因为不会出现 负数的原因吧 都这么编的 CNP 再跟9比 刚刚说小语30的话 小语30是费数字是吧 然后呢 再跟9比 大语的话 接G 也退出来 XIT 就是大于9的话 也是 大于9嘛 这个是4 应该是 转 也要退出来 转到Exit 退出来 否则的话 那么不退出来呢 就往下继续执行 有的时候你们编程序啊 中间跳了以后 漏掉一句会啊 CBW 把字节 转换成字 因为我们的数字 是在AL里头 后面呢 它要跟AX 相加 相乘啊 休息一会儿 多谢